南风之我意 青团甜而不腻 却带有清淡而悠长的清香 我面前的这道美食叫做伞子 它在北方的青年节 也是一道传统美食哦 它色泽金黄 口感焦脆 北方伞子以麦面为主料 南方伞子则多以米面为主料 用面粉加少许食盐 用水揉成面坯 然后形面切条 再搓条环绕在盆中 抹吸取食用油 拉成粗细均匀的伞子条 入油锅 炸至金黄就大功告成了 除了青团和伞子 桃花粥也是唐代民间清明节食品 色泽鲜美 制作简单易行 将精米 糙米 桃花 水 放入锅中 放入些许面茧和冰糖 煮十分钟 最后撒上碾碎的桃花即可 清明节不妨踏青出油 吃上两颗青团 再来上一杯清茶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这碧绿和清香哟 文化中国 青春湖南 南风之我意 一起去旅行